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花水主理人Renita 今天教大家做新郎的琴花 一般的琴花都會跟新娘的花束 去做一個配搭 所以通常都會跟新娘的花束差不多 如果新娘的花束是做鮮花 新郎 兄弟團 甚至父母的琴花都會做鮮花 相反 如果他們是做乾花的花束 所以琴花都會用乾花去製作 我今天教大家做一個很簡單的乾花永生花的琴花 首先我介紹一下花材 我們的花袋是用了永生花 白色粉色為主 還有葉類 所以這次做琴花 都是用相同的玫瑰和永生花去製作 不過那個尺寸全部都會做米利版 因為放在胸口的尺寸要小一點就可以了 首先告訴大家 我們做琴花的主花 我們這次會用這個永生玫瑰 之後我們會有台灣的雙絲 再會有這個草仔 黃黃底色的 另外會有這個小的尖頭油加利葉 還有這個水晶草 紫色的 最後我們就要介紹一下 有什麼工具 做琴花最主要的工具就是 需要用這個扣針 一般無論是鮮花和乾花 我們都會用這些扣針去製作底部 方便到時新浪、兄弟屯 還有他們也會用月 夾在胸口 另外就是做一個花店 還有做乾花、鮮花 都最需要的一定要有這個剪刀 主要是枝剪和花剪都可以的 另外會有皺紋子 斷帶 還有會有熱用膠窗 還有如果我們裡面會有些鐵線的話 我們就需要用一些鐵線去製作 然後就會有這些鐵線 首先開始我們就要處理我們的花材 大部分我們都需要用鐵線去綁 視乎長度 假設如果我們的花材、葉材所有的 底部開始大概有一隻手指長 大部分我們都不需要再接駁 假設像這樣 比較短身的話 我們就需要做接駁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都可以把它拼在一起 有一個高低層次 所以我們就可以撕掉某幾塊的葉 然後把它們綁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用皺紋子把它們綁在一起 看不到我們的綠色鐵線就可以了 有時候如果大家在家裡想嘗試自己做皺紋子的時候 但是未必有那麼多材料的時候 我們沒有鐵線都可以直接用皺紋子去綁 例如怎樣可以綁呢 我拿這個雙絲給大家看看 因為現在雙絲是一條過的 底部都有花材 但是我們一定要有這麼長度 所以一隻手指我們就把它 以下的全部撕走 把它搭在一起 有高有低 如果我們沒有鐵線的話 我們可以用皺紋子直接綁 這樣拿著的時候 小心因為它本身沒有鐵線 然後它可以做一個硬的地方 可以做鞏固 所以我們要小心一點 而且要慢慢拉斜一點 有黏性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開始做綑綁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就繼續把其他的花材 做一個折割 這樣我們處理好所有的花材 我們都可以完成 就可以開始製作我們的琴花 首先我們可以拿起我們的主花玫瑰 之後我們會先搭一些葉材 在上面 通常我們會放在我們的後面 但是我們以往做花 我們會做一個螺旋形 但是相反的是 如果我們做這個兄弟和新朗 那個琴花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花材 下面不可以做螺旋形 因為如果不是 到時下面就會散開 下面就會比較肉酸 所以我們全部都是緊貼著它 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不可以做散型 我們就逐點逐點 把那些花材放進去做一個配搭 我們做了一半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用鐵線去把它做一個拱固 如果大家自己在家 或者其他地方學習的時候 你就可以自己去隨便移動 你那個琴花最最初的底 先把底的定型 然後用鐵線去多餘的地方 大概留在一隻手指的長 這樣就可以了 之後我們就會先塞進去 這個琴花角扣 市面有兩款扣 一款就是這一種扣 可以扣住另一種T型 它就會有一個腳給大家 到時大家可以連同框一起綁 但這個會更方便 因為這個是當大家做了一個半製成品的時候 可以把它全部押進去裏面 押進去裏面 押進去之後 就固定了一個形狀 你就可以看到最初的琴花形態 這次我們可以繼續做尾部 有時候有些東西翻手太長的時候 大家可以自己自行地去修剪一下 最後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再用鐵線去做一個拱固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鐵線去做尾部的裝飾 首先我們要怎樣做這個鍛帶呢 我們所有的琴花在下面都要做一個包裹的形式 即是包裹了它 然後我們才可以開始做一個菌裹 然後把它綁在最後一個圈子的時候 綁到頂部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剪一剪斷帶 然後綁在最後一個圈子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洞在後面的位置 我們就可以打結 它就會很緊就不會掉 很多時候我們做這些的琴花 因為客人自己做的時候 或者有些人自製的時候 它綁得不緊 多數如果是大家自己做的話 我都會很建議大家打兩個結 就在我們扣針的下面 我們打完結之後 我們就會有一個尾部 我們就可以剪掉它 這樣令到它鞏固一點 我們就在後面加一個熱溶膠窗 那些熱溶膠下去 一點點 插一下它 不太感受 不要帶絕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完成了這個琴花了 簡單單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次的教學 我們就在這裏 好 看見什麼 好 我們一起去看的 如果我們一起去看的 我會不會的 好 我們一起去看的 我們一起去看的 好 我們一起去看的 我們一起去看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